李老师啊 我觉得聊这么多 我觉得有个特点 就干什么相声 小时候玩摔跤 也得玩出个样来 拍广告 当时就这么半个小时 也火了 说相声那就别说 演电视剧别说 唱京剧也这么下功夫 而且刚刚开头您也说了 您这画画的 应该说是更有功夫 四十多年 四十多年 您当年可不是一般的爱好 您还专门去进修去了 中央美术学院 国画系 国画系 01年 01年 20年前 那您这是 得是哪个年纪去的 四十多岁了 这四十多岁 上大学进修 这也太少了这个 那您当年进学校 人都是学生 年轻的人 没把您给拦住了 对 就是 这门口 门口的警卫 有认识我的 就觉得 你干嘛来了 我说我上学来了 你来这哄了 您这您上什么去 上这上去 我拿出我这个学生证 哎呀真是 完了之后呢 正赶上我们美院 这个春节晚会 后来老师说呢 哎 大伙都认识你 你给 说段像是吧 我给咱美院 演过一场初 我这 熟悉我的人 就更多了 原先呢 只是 是个别人手 我们搬那些 后来大伙都知道我 咱们来看看吧 看看您这边 在做画的一些照片 这老先生做画的时候 这是李老师 做画时的一张照片 这是 戏精神仙 在您的二食堂里吗 对 我觉得李老师 这一做画时 这个状态 跟这说相的时候 就不一样了 不一样 这人整个 这气就定下来了 这历代文人呢 对公鸡的描述啊 对 都是特别好的 对 鸡有武德 对 头上有怪 为文 双脚有巨 为武 每天抱食为信 见敌赶薄为勇 见食相呼为人 你看这鸡吃食 咕咕咕咕 咕咕咕咕 咕咕咕咕咕咕咕 不知毒食 所以唐伯虎赞赏他 平时不敢轻言语 一觉千门万户开 孔子 孔子赞生攻击 风雨如悔 鸡鸣不已 你不管外的天黑 漂泊大雨 鸡在窝里也叫 一种责任 还有李老师的画作吗 陆思 白鹤全一族 我最经典的 在这个叶宜方饭庄 挂着呢 大吉了 比这屋子不小 大吉了 咱去北京的时候 顺便吃东西 聊聊聊看 对 好 定好了 咱那个便宜房 连着拍李老师这画 连着反正 到饭点了也不能回来 是吧 这个问点庸俗的话题 您现在这画 市场价格得多少钱一瓶吃 没有 谈不到 票友 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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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谈不到 那我们要找您要一幅 您看您 这么随便 嘿 这都录下来了啊 这过两天我上家找您去 连吃在家画的 对 这个其实画家呀 这个往往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就一聊天 准有朋友找您要画 是不是特别多这种情况 一般情况下 说实话 还真画不了 就是你必须一个人画 这个工作量太大了 所以他们现在 在那个潘家园买的我这假画 假 一拿好几张来 让我给欠字 这都假都没边了 我怎么给欠 好多人还托您那老搭档 刘洪怡先生找您要画 我听了我洪怡跟我说 因为洪怡啊 他洪怡很讲规矩 我听别人跟我说的 他说您跟洪怡 家存关系好 您给我要一张 洪怡说我跟他好 我就管他要一张去 我跟你也好 你那卖金戒指 你给我一金戒指 来给我撒 来选撒 你给吗 那也是劳动 我听别人跟我说洪怡说的 好像洪怡也跟我说过这个 我说洪怡也跟我说洪怡